今天继续吃瓜报告节目 和大家分享进行那些搞笑 离谱 以及令人无语的娱乐事件 那么废话不多说 大家点的上车 咱们马上开始 陆川 有什么事冲我来 由陆川导演 编剧 王俊凯主演的电影 七四九局在国庆党上映 那会儿我还没来呢 你们少联邦是吧 跟 小 跟是吧 你都给这孩子 我绝不跟你合作 我请求你们 请你们为七四九的战 上映后也得到了不少差评 不仅收获了 难看 上海堡垒2.0 七四九局 九层妖塔等热搜 后续 七四九局豆瓣开分5.0 也被网友讽刺 五分都给多了 不如上俩小时班 还有网友筛出图片表示 上海堡垒 九层妖塔 七四九局 三折叠 怎么折都很烂 陆川不仅电影被骂 之前的言行也被网友重提 七四九局 低至强简性搞笑片 陆川抓娃娃 起因是 今年七月 陆川发文称 沈腾玛丽主演的抓娃娃 这种低质强简性搞笑片 熊霸中国电影市场 是文化的悲哀 之后删除并谎称 账号被盗 没想到被平台否认 称其是同一IP登录 惨遭打脸 令人没想到的是 时间过了还不到三个月 就因为自己 抬出了这么一部片子 再次被打脸 而陆川本人 也是坐不住了 连发多条微博表示 冲我来 别碰我的演员和主创 他们是最好的 有什么事冲我来 也是引起了很多 王俊凯粉丝的不满 你成功的又提供了 一个热搜素材 觉得这样很聪明 很伟大 为什么不维护 自己作品的口碑 光靠说有什么用 后续 陆川又表示 老话 爱之深 则之切 所以反向推断 昨天是被家人 深爱着的一天 有没有一种可能 买票的网友 是心疼自己的钱 粉丝是心疼 自己家的哥哥 网友是讨厌你这种 拉踩别的电影 结果自己拍的 一坨的行为 当然这个事还没完 陆川之后 又发了第三条微博表示 相信我 我会在泥潭里 种出更好的荷花 看到这 水平原小鸭表示 陆川上一次 种出的商业电影 还是豆瓣4.4分的 九层妖塔 这次又带来了 5.0分的749局 你很难评价 他究竟种的是花 还是肥料 花盆种花 花未开 达便气息自然来 感谢陆川 让大家在十一假期期间 又加了两个小时的班 所以反向推断 那两个小时 是爱工作的两个小时 建议陆川与各大公司 联合发声明 凭749局 电影票根 可去各单位主管处 换两个小时 供食 心语西报 秦潇贤在恋爱期间出轨 9月26日 演员心语西发文称 与南方 在2018年3月 确定关系 但在之后交往的两年内 南方先后多次出轨 虽然心语西 并未指名道姓 但网友都知道 他所指的南方 就是秦潇贤 秦潇贤 德云社相声演员 有了一些名气后 开始参加一些综艺 并参演一些电视剧 在2019年时 就有网友发现 秦潇贤在与新语西交往 只不过当时 秦潇贤多次否认 而新语西本次晒出的各种截图 也是直指秦潇贤多次出轨 其中包括 有一女子在微博放出 与秦潇贤在家过夜照片 及车内照片 秦潇贤私连粉丝发声关系 并与恋爱相处 还有秦潇贤开着女方的车 深夜载女子出游 被拍后登上热搜 不仅如此 新语西还爆出 秦潇贤急需用钱 于是找他出钱 并帮忙运营潮牌 结果被秦潇贤粉丝网爆 利用秦潇贤割酒菜 新语西与秦潇贤恋爱期间 被拍到后 秦潇贤否认恋爱 女方又被秦潇贤粉丝 诋毁网爆等内幕 而新语西之所以选择 现在曝光此事 一是因为新语西最近 为自己的小说拍摄宣传短剧 被粉丝质疑内涵秦潇贤 虽然一再声明 内容纯属虚构 若雷同纯属巧合 可还是被攻击 有规模的举报 抹黑造谣 甚至出现造谎谣的情况 二是因为 今年已经是女方被辱骂 诬陷的第六个年头了 于是才选择为自己发声 总之 该博文一发出 新语西报秦潇贤在恋爱期间出轨 登上热搜 很多网友都支持女方 后续更是有不少当事人 通过发博或直播的方式 出面证实秦潇贤出轨 自己是被秦潇贤骗了 被动成为第三者 另一名受害者更是爆料 秦潇贤开房都是女方付钱 还有博主晒出 秦潇贤曾说 说相声的没有好东西 之前 新语西在其他平台发的聊天记录 证实秦潇贤有很多微博文案 都是新语西帮忙写的 但粉丝对此表示 比起官方的文案 我更喜欢秦潇贤 奋着表达爱的文案 喜欢的是秦潇贤 不是秦潇贤的微博文案 后续 还有秦潇贤大粉出面爆料 当年秦潇贤卖衣服的时候 让粉丝当免费劳动力 一宿一宿的叠衣服 不得不说 秦潇贤当年就有粉丝 一宿一宿的叠衣服 现在依然有粉丝 一条一条的空评 在新语西发布后 秦潇贤一直未回应 而他的粉丝则是全军出击 不仅各种评论区空评 还各种攻击女方 那离谱言论也让人惊叫下了 世界上那么多恋爱被绿的 怎么就他这么矫情 因为不结婚 就涉及不到出轨这个词 像你这种人还演戏处对象呢 要长相没长相 要人品没人品 也配合他处 还出轨 你真以为自己是个啥了 嗯 咱们有一说一 女方长这样 而男方长这样 到底是谁没长相没人品呢 这时候 粉丝是不是也要回应一句 比起长得漂亮的脸 我更喜欢秦潇贤 瞇着小眼 呲着大牙的样子 后续 事件持续发酵到了9月29日 在面对秦潇贤冷处理的情况下 信息再放大锤 称自己怀孕的时候 想留下孩子 可秦潇贤坚决不同意 并晒出南方签字的手术单 并质问秦潇贤 告诉我 你是孕妻出轨吗 很快相关词条都让热搜 网友评论 现在秦潇贤没有澄清 是不是不会写文案 这样的居然还有人品 也是见着到了 而到目前 秦潇贤依旧未给出任何回应 看到这儿水平小鸭表示 秦潇贤能不能回应 我是不知道 虽然秦潇贤被女方锤了如此之久 都不出面回应 但粉丝们依旧认为 自己家哥哥是清白的 可能秦潇贤的特点 在粉丝眼里都是优点 比如 不予回应女方爆料 可能是秦潇贤处事冷静 秦潇贤曾说 说相声的没有好东西 可能是秦潇贤对自己认知清晰 秦潇贤微博文案是女方写的 可能是秦潇贤精神世界 远无法用自己的文字表述 卖衣服让粉丝一跌跌一宿 可能是秦潇贤会合理利用资源 本人长得难看 可能是秦潇贤骨骼轻奇 田溪微方回应无牌车违规问题 狗仔刘大锤发视频表示 田溪微司机一路占用应急车道 狂奔送他回酒店 车子还没排着 很快 相关词条都让热搜 田溪微也是遭到不少网友的嘲讽 粉丝却表示 田溪微只是乘客 乘客外行指挥司机可能吗 是开车的人的问题 不是乘客问题吧 而且视频不全 车牌是否是临时车牌放在前面呢 很快有网友反驳 现在说是乘客了 但凡他东点交规 别说跟明星本人没啥关系了 他不是坐车上了吗 他有权让司机不这么走啊 后续 田溪微经纪公司出面回应 针对涉及我司一人的网络视频 我司对此进行核实 当天 我司通过第三方租车公司 派遣一辆持有临时牌照的商务车 及一名司机用于接机 作为公众人物及其团队 没有第一时间发现车辆的行驶情况 我司及一人感到非常抱歉 在此 我们也呼吁大家遵守交通规则 不跟车 不尾随 注意行车安全 翻译一下就是 有临时牌照 但确实走了应急车道 不过艺人和团队没发现 还有就是告诫狗仔 别跟着了 而针对这一回应 网友也是发出质疑 人就在车上 怎么可能车开到应急车道了都不知道 还有脸呼吁别人 当然粉丝也对公司表示出不满 能不能及时一点 保护好他谢谢 其实明星所称车辆交通违规 也不是第一次了 之前余淑欣坐的车 被狗仔拍到在高速公路倒车 后来工作室也是解释为 第三方公司坐的车 当时粉丝也为余淑欣鸣不平 认为是司机坑了余淑欣 看到这儿 视频团小鸭表示 这个事就很有意思了 现在粉丝口中的明星 都是一脸单纯 估计看见自己的车走应急车道的时候 他在想着 怎么别的车都得等着 只有我的车在动 是不是他们不知道 这还有一条路能走呢 而第三方公司 真是一个神秘的组织 他们敢在不和明星团队沟通的情况下 就私自冒着扣分罚钱 甚至吊销驾照的风险 违反交通规则 只为了让明星们早点到达目的地 所以这第三方公司图什么呢 哦 我知道了 这辆车是对接派来的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欢迎关注动员会议 咱们下期再见